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捞起这道菜一定要说吉祥话 农历新年新加坡驻台代表 搬出南洋这道最有特色的年菜 捞起鱼生 吉子就代表大吉大利 年年有余 每道食材都有特别寓意 新加坡驻台商务办事处 特别委托饭店制作 让台湾观众一包眼福 这道盆菜它的食材很丰富 叫富贵满堂 都象征满满祝福 而斯大坡驻台代表叶伟杰 两年前疫情初期时 来台派驻 台新交流本就有渊源 媒体再度关注 也是因为去年4月 赖副总统邀请他 与AIT处长和英国代表 去爬阿里山 跟陪那个来福总统去阿里山爬山 也是我第一次去阿里山的 双边经济关系紧密 数位经济 电子商户都是合作奇迹 新加坡其实一直来都有进口很多台湾的一些农场品 还有食品 我们新加坡现在也有在一个发展的方向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那个食品生产能够提高 说到吃过年少不了了零食 台湾有风鲤酥 新加坡版本叫黄丽塔 黄丽那个馅都会加上加加加加上一些那个香料 所以那个味道会感觉会有点不一样 吃完甜的新国过年最少不了这一位 肉干是我们过年的时候一个必备的一个新加坡小吃的 那个红肉就是有一个红韵当铺的这个意思 说明过年美食和文化些许相近也有微妙不同 也期盼新的一年台新关系能持续推进 TV新闻 黄富华 刘婷婷才不知道 五坚勤 高尔萱 十九组大咖亲笔祝福 快上TVBS官网抢哦